咖喱山药豆干鸡的做法 为什么有人做的咖喱好吃 有人做不出那个味道来 想吃好吃的咖喱 一定是现做的咖喱才香 咖喱是由多种香料调配而成 看香港英文电视里 外国人做咖喱 都是自己配置 我家的香料也基本齐全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做各自制的咖喱 双引号 机架一只 豆腐干150克 西红柿150克 虾100克 山药400克 红辣椒干20克 黄姜8克 小茴香6克 八角3克 肉桂5克 肉豆扣3克 白芷3克 红辣椒干2克 胡椒粉3克 大蒜3半 红葱50克 鲜红辣椒1根 生姜50克 圆椎50克 月桂1两片 一只粉20克 油50克 盐8克 一主要材料图 二再加爆料皮的山药 三将咖喱粉料放入研磨机 四研磨好的咖喱粉 五大蒜和红葱剥去外皮 切片 六油炸红葱 七油炸蒜片 八炸好的红葱和蒜片 九油爆虾头 爆出红油 十准备好红辣椒干 十一红油浇入红辣椒干中 十二用辣椒油炒西红柿 炒出红油 胜出 十三用辣椒油炒咖喱粉 十四放入生姜和鲜红辣椒 十五放入鸡块 十六放入山药块 十七加水 放入炒出红油的西红柿 十八放入八克盐 十九放入豆腐干 煮至九成 二十放入月桂叶 红葱酥和蒜酥 二十一放入圆锥 二十二椰浆粉 放入碗中 二十三加少量水融化 二十四加入椰浆 炒匀出锅 小窍门不熬咖喱红油也可以 制作咖喱粉也可 成分里至少要有黄姜 小茴香 八角 桂皮和胡椒 若有香茅更好 清洞 一转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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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